鱼香肉丝里没有鱼 那么蚝油里真的有蚝吗 科技鱼很活的配方里可能没有 但一瓶真正的蚝油就得用水生蚝以及糖 还有盐和小麦粉等 这样的蚝油才有自己独有的风味 工人将生蚝从养殖场捞出 随即送往不远处的加工厂 面前数不胜数的生蚝无形中促进了工作进度 工人使用生蚝刀轻轻一翘 一个饱满的生蚝就脱壳而出 接下来会将生蚝倒入清洗池中 让碎壳和泥沙沉变下去 随着水流会进入较大的容器中 再次用翻滚的水清洗干净 接下来工人会检查生蚝 仔细打量是否有义务 有不合格的生蚝马上挑出 接下来的生蚝就会倒入大锅中熬煮 在这过程中会加入适量的盐 盐能逼出蚝肉中的鲜汁 当熬煮几个小时后 鲜蚝肉明显便瘦了一圈 捞出晒干又是一道美味 剩下的蚝汁是浓缩而成的精华 先过滤掉蚝汁中的杂质 然后再次回过熬煮 在连续慢火熬煮下 里面的水分会逐渐蒸发掉 再加入糖以及小麦粉等 直到熬煮成棕色的蚝油 这款蚝油中的蚝汁含量在26%以上 配料表也是很干净 在科技与很活满天飞的今天 为了自己还有家人 赶紧去看看吧